第五 希腊梅莉莎尼董学们 梅莉莎尼董 位于希腊海法利尼亚岛东南岸 周围是茂密的森林 地下图长160米 宽40米 最深处建达39米 阳光的照射下 洞穴会反射出泳泳的蓝色光芒 整个洞穴充满了魔法配力 仿佛误入了精灵的国度 在当地的传说中 梅莉莎尼董是一位 居住在山林水河的仙女云子命名的 这里有希腊女神的庇佑 会给每一位在此游泳者带来幸运 4 密鲁彩虹山 这座五彩斑斓的彩虹山 就在密鲁维尼坎国家公园内 还把高达5000米以上 为安蒂斯山脉的一段 赤姆奇特的自然景观 直到2016年某探险家 无意中邂逅了这一座色彩斑斓的彩虹山 密鲁的这座彩虹山又称为七彩山 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这里已经成为全球最火的网统极点之一 3 勘查家火山的透镜云 这个火山位于俄罗斯勘查家半岛 勘查家半岛不仅因其火山而闻名 而且因其上方的透镜云而闻名 透镜云形成在气浪的波峰或两层空气之间 这些云的一个典型特征是 无论风多强 它们都不会移动 流过地球表面的空气流动在障碍屋周围流动 同时形成气流 飞碟一样的都曾玩每天和山风 简直是强迫症的不一 2 分裂苹果岩 位于有西兰的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内 南边海域有一处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观 有一个巨大圆形的石头从中间分裂成两半 远远看过去就像似一颗被堆切的苹果 在当地的传说中 这个巨型苹果是神王和海王大战的时候被切开的 1 磨垃圾巨石 纽西兰的东海岸边有个叫磨垃圾的地方 每当海水堆潮时 就能看到50多个神奇的圆石头 磨垃圾巨石直径最大于2米 最少近半米 其中分布于海滩中500余米的地方 这些巨蛋是谁留下的呢 这是一个至今都还没剪开的谜 大金小怪每天将为你带来 地球上午见起奇怪怪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帮我按喜欢并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每天为你带来更精彩的影片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